中美博弈 美國現在是不是露餡了呢 現在真的 三番兩頭都說好想跟什麼 習近平主席 通電啦 見面啦 想要訪華啦等等 最近又來了 來看到 拜登他來G7的時候 他又被問到 結果拜登又說呢 我始終會跟習近平主席會面的啦 未來數月安排高層訪華 CNN就引述了美國官員說 美國真的排隊想要訪華 安排這四位高級官員 包括布林肯 葉倫 雷蒙多 還有借後特使凱瑞這些 但是訪華的順序還沒有定 那維園怎麼看 因為最近布林肯也是投 給中國大陸講了很多好話 包括他說 中美不脫鉤啦 貿易繼續投資等等的啦 這個布林肯 是上個月那個布林肯吧 怎麼每次都變來變去 怎麼講話不太一樣啊 所以我覺得布林肯不是一個戰略家 照道理一個國務卿 外交部長是一個 很懂得國際戰略的人才對 那國際戰略有個特點啦 你有個清楚的戰略目標 有個清楚的戰略途徑 像中國的國際戰略就很清楚 一帶一路 跟所有人友好 不得罪所有人 然後 不斷的和平攻勢解決問題 然後讓一帶一路能夠順利給弄好 布林肯你到底在幹什麼 我看都看不懂 難怪那個王毅堯又不跟你見面 他跟蘇利文見面 你幹嘛跟他見面 因為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蘇利文公開講話還算話 對 然後這個布林肯 不知道怎麼回事啊 怎麼搞的 他少說如果拜登年紀大 老人家有時候講話比較 顛三倒四 我們也就算了 布林肯你的年紀 你的學歷也都不差 怎麼變成這個德性 然後剛才這幾個想要訪問的 那個 那個Kerry沒有問題啦 John Kerry 對啊 氣候的問題 氣候問題 中國同意了啦 所以不是問題 對 其他三個 布林肯是來吵架的 就不用見了吧 那吵架 不如不吵嘛 對啊 幹嘛跟你吵 中國現在沒時間 沒有時間沒有空 沒有力氣跟你吵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 葉倫是要來借錢的 中國也施放善意了啦 對啦 就是說 買了美債了嘛 開始買點美債 對啦 這個表示老太太 你至少你沒有罵過中國 對 你已經這麼急了 看到老太太 好好好 不跟你計較了 對不對 買了買了 所以我覺得葉倫 要訪問中國是可 比較有可能 已經出現了 那雷夢多 你就是要來推銷 我走歐借你看什麼 對不對 推銷播音嘛 對 播音的庫存裡面還有 兩百艘 兩百架的飛機 還擱在那邊 是啊 而且動不動就要打壓 中國的半導體 對 那你來的話 中國老百姓 那很適合 不管誰跟他見面 搞不好中國老百姓 都上去留言罵了 對啊 你幹嘛討罵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中美兩國跟德國不一樣 德國那位外長貝爾伯克 吵一吵 那他們起不了大作用 沒有什麼太惡劣的影響 就算了 然後美國不一樣啊 美國這個會產生 中國的民間跟美國的民間 某種程度的敵意跟對立 對 所以對於這幾個 中國現在冷卻態度 就是說哎呀 竟然見面要吵架 我們還是冷卻一下再說 冷卻多久 那等到大家情緒 比較穩的再說 那這個布林肯說 中美不脫鉤 可是問題他沒有講 不脫鉤叫derail 他沒有講不derisk 他們兩個互相掩護 假去風險 其實就在去中國化 對啊 他沒有 然後貿易投資要持續 你不是剛剛要通過一個 什麼限制什麼 美國投資 什麼高科技啊 AI啊 AI那些不能夠 美國資金投資大陸 對啊 那什麼 那這個對呀 那這個是誰 跟什麼 是還要選擇性的繼續 選擇性的不繼續嗎 我是覺得 態度不好 兩國之間的交往 不需要鬧得這麼僵 對 那就像說這個 有很多夫妻 感情不好 暫時不講話 冷卻一下 所以我是覺得 中美兩國 中國一直很誠懇的一個態度 就是說要互相尊重 要講求誠信 我們中國講的都算話啊 中國態度一向表現這個啊 然後你說 你就沒有照這個 當時的這個川普 協議說買多少東西 不是我不買啊 很多你不賣啊 很多你不賣啊 對啊 再加上新冠肺炎 我要買你沒有東西運給我啊 對啊 港口節目都卡住了啊 那怎麼怪我 那現在要我買 你就動不動會打壓我這個 打壓我那個 那這個哪行啊 難道你可以一面打壓我 半導體科技 那一面我給你買東西 那請問 中國領導人不是被 中國網民給罵死了 對啊 這個是怎樣 我被你打成這樣 我還要對你好 對啊 這就太怪了吧 太怪了 對那所以呢 你看布林肯 難怪就會被中國人覺得 覺得怎麼樣 你呢 這個到底是哪一個布林肯呢 一開始中國大陸 提出12點俄烏的 這個聲明的時候 布林肯還算什麼 中國大陸 這個沒有停火的一個做法嘛 就唱衰 然後12點 結果後來呢 為了要跟大陸 有些互動又說 沒有啦 那個停火的東西 其實也包含在裡面 等下自己還可以自圓其說嘛 另外來看到 說到俄烏局勢 中國大陸也真的是出手了 來看到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習近平主席的特使呢 李輝真的訪問到 烏克蘭了 這是跟烏克蘭的外長 庫列巴 另外他其實也跟 澤倫斯基有見上了一面 那來看到呢 這個李輝到訪烏克蘭 然後他有說 習主席有說 四個應該 四個共同 三個思考 這是中國政治解決 烏克蘭危機的根本遵循 創造指戰跟和談的條件 烏克蘭也說 歡迎中國大陸結束戰火 這些發揮積極的作用 奉起一個中國原則 願意推動 烏中關係 取得新的發展 大家都知道 中國大陸現在對俄羅斯 有一定的影響力 對 所以要俄羅斯來做 停火談判 只有兩個原因可以達到 第一個就是 你烏克蘭有本事 把俄羅斯打在地上 把它趕出你烏東的土地 或者趕得相當程度 實力來講話 對 那第二個就是 國際上 說得動普丁的人說 那我們停火吧 停火其他慢慢談吧 有些土地就讓給烏克蘭吧 這個東西只有誰做得到 只有中國做得到 美國 你還是跟普丁吵架嗎 對 還有德國歐盟 你不是跟他吵架嗎 找印度 印度兩邊投機 對啊 沒這個分量 所以我是覺得 烏克蘭當然也期待 中國幫忙 能夠達到一定的停火談判 那也表示 烏克蘭自己打贏這場戰爭 是沒有他們自己講的那種信心 我要把 烏東土地拿回來 我要把俄羅斯趕出去 他自己沒信心 所以在這種 不太確定的狀況底下 中國對烏克蘭就很重要 就很重要 所以 李輝這一趟是剛開始在進展而已 他見了哲蘭司機 不過我這兩天有幾個訊息 讓我很大膽的判定 我覺得哲蘭司機的政治地位 是有危險的 有什麼危險呢 第一個 他這一次跑歐洲 要到的 贊助的金額不大 有的人想說 不是 那個誰啊 那個 德國給他20億嗎 27 英國給他多少嗎 法國給他多少 你要想想去年給多少 對啊 所以 今年的各國的贊助的金額 會大幅縮水 那 赤蘭司機 你最重要的功能沒有了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波蘭 很多外媒都在傳 有去找了 這個波羅地亞三小國 對 來想一想看 有沒有辦法讓 俄烏的問題 危機趕快解除 因為他們擔心了 戰火會燒到波蘭 跟波羅地亞三小國 那 條件說 不排除 讓 責蘭司機下台 對 這個是誰說的 這是美國記者 西門赫什 他在爆料 說有國家正在秘密要求 責蘭司機呢 結束衝突 這個團隊就是波蘭 所主導的 這個 最可怕的敵人就是 整天支持你的親密戰友 所以 這是風雲詭譎 我不相信 聰明如 折蘭司機也 他會沒有感覺 那 對於 對於波蘭 對烏克蘭來講 你折蘭司機的功能 是有限的 因為你 領導抵抗俄羅斯 你能夠募了很多的錢 這是你最重要的貢獻 那要不然你指揮錯誤的東西 多了啦 他沒找你 烏克蘭人 沒找你算帳 因為 責蘭司機本人不是烏克蘭人 嗯 這是個先天性的弱點 所以 對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萬一 春季公司在失敗 那他注定要下台 對 連一個什麼 連一個烏克蘭的農產品 要運經過波蘭 都被擋了 對 所以 表示說 當 這個風雨來的時候 兄弟都會各自逃開 是 鳳凰於揮 所以 我是覺得 這個訊息 對於責蘭司機是有警覺 所以他更需要早一點在他的名義底下 來達成 這種停火的方案 那對他來講就 有面子可以繼續當下去 或者有面子可以順利卸任 因為他們畢竟也要選舉了嘛 沒錯 所以呢 所以 來看到剛剛委員特別說了 烏克蘭的這些 相關的股物啊 經過了波蘭 都會被擋 為什麼呢 他們也控告說 你烏克蘭怎麼賤賣你的股物呢 導致他們波蘭這些很多農民 也都是很慘啊 所以呢 嘴巴說很挺你 然後怎麼樣 一開始去年都是很挺的 現在說到利益的時候 他們也要墊量自己的國家利益了 好 說到了這個呢 國家利益 中國大陸現在也有一些戰略機遇 也就是呢 美國極限施壓俄國 就導致自己的金融的霸權 受到很大的挑戰 說到的是美元的這一塊 我們來看看 先講的底氣來講 聯合國最新上調了 中國大陸的經濟 今年成長率 從4.8到5.3 美國也是上調 不過也就1.1 歐盟是0.9 好人民幣會不會更加的加快絕起呢 來看到最近5月16號 滿載6.5萬噸的液化天然氣的 愛馬綠文輪 在中國大陸的海油廣東 大鵬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完成的裝卸 長這個樣子 這就是大陸首批的跨境人民幣的結算 好我們之前講的非常多 當初就是法國啊 然後買了這個LNG 賣給中國大陸的LNG 然後用人民幣這些的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巴西的紙張生產商呢 他也考慮要用人民幣來進行結算 這些都是大宗的運輸 包括了這些LNG 包括了紙張 這些大宗運那個物資 未來會不會都有可能用人民幣來結算 多了一個方式 這基本上人民幣變成 國際貿易的結算的貨幣 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而這個趨勢呢 會局部的取代美元 但是就一個貨幣要作為儲備貨幣要取代美元 那個這個還要很長的路要走 但是在結算的這一部分啊 做一個局部性的取代 這是個正常的 為什麼 因為在人民幣前面還有英鎊 還比人民幣比例高啊 還有日元也比人民幣高 所以人民幣必須要趕過英鎊跟日元 然後到達了幾乎將近歐元的時候再說 所以現在不必急 但是可以看到這個趨勢已經出現了 那對於這個法國 道達爾 道達爾 這家 它的英文叫Toto 對 道達爾這家公司是全世界第四大的 應該差不多第四大吧 能源運輸商之類的東西 然後它能夠用人民幣結算 就表示它場次開始用人民幣在運作 因為你不要 你不要看它用人民幣在結算而已 第一個倉單用人民幣 匯兌用人民幣 請問你保險單要不要用人民幣 也是啊 我一直在跟很多的中國大陸朋友 國際海運 中國是一個陸權海權兼備的雙權國家 不要老是把中國當作海權國家 所以中國要不只是全世界最大的造船國家 還要中國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商船貨運國家 海軍當然更不用講了 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了 但是在商船貨運 那商船貨運的頂層設計 是商船貨運保險 我們一般陸入貨運東西 不太會有保險 可是商船一定要保單 那你看這一次歐美國家在制裁俄羅斯的時候 就用什麼海運的保險單做制裁的工具 因為你海運的保險單如果不開出來的話 商船不敢開出去嘛 那開出去賠錢誰賠啊 是你賠還是我賠 先講清楚 是 我只收你一點什麼 運費而已 就要賠你整個貨物的錢 怎麼算得不划算嘛 所以商船的貨運的保險單會決定 貨運能不能起航 那中國的保險公司要加油 要變成全世界很數一數二 不是數一數三數四好不好 大的一個海運保險單的公司 這樣中國就會成為一個海權國家 所以海權國家 不只是用商船的數目來計算 不只是用造船的數目來計算 更是用海運保單來計算 我這樣講不曉得會不會太抽象了一點 其實不會啦 其實大家聽得懂 委員的簡單大白話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是造船能力很強 或者是你軍艦能力很強 當然中國大陸在造船 造商用民用軍用都很強 但是在保險的這一塊 在商業上 這一塊是很重要的 這一點是控制貨運最重要的工具 對 所以呢 委員有期許 再次期許 中國大陸的保險業 會使得人民幣 在這個保險單上面的比重慢慢加大 那對於貨物 對於商船的保障 就會構成一個很強大的海權國家 對 所以呢中國大陸大家都知道 他是傳統 大家知道當年的海權大國 但現在重返了海權大國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 委員說還可以再繼續加強 也就是保險的這一塊 另外再來看到說人民幣的崛起 第一塊是什麼 人民幣崛起 但是委員說 他也不是說要取代美元 另外一塊是大家不想用美元 因為很多發展中國家 南南國家 用了美元 會苦美久矣 擔心被你制裁 而且你美國暴力生息 等等的 我們來看到幾個 發展中國家 維內瑞拉總統 馬杜羅就說 要尋求加入其他國家 提出去美元化的倡議 拉美很多國家都是如此的 譬如說玻利維亞總統 他也說我國央行將要討論 跟中國大陸貿易當中 使用人民幣的可能性 阿根廷經濟部長 他也說 使用人民幣來結算 從中國到進口的商品 替代美元的支付 大家真的是苦美久矣嗎 應該這麼講 這些國家如果人民幣 跟它變成互費協議 互換外匯的協議 是中國吃虧啊 對啊他們的幣值有問題 很恐怖啊 是中國吃虧 就說好我今天 你給我借人民幣 你給我買中國貨物 但是你賣東西給我 我收你巴西幣 阿根廷幣 那要幹嘛 那我收少一點還好 我收一點的話 我要買你東西 我還不曉得 你要用什麼那麼賣我 除了石油你要賣我 可是石油你要不要 要不要收人民幣以外的貨幣 我可不可以把委內瑞拉貨幣 再跟你買回來 這個有問題 所以他們當然很希望 因為美元要不要跟他們這樣交易 美元才不要 美元自動跟你漲跌漲跌 不管你 讓你賠你屁股 那人民幣跟你互費的話 中國大概不會佔你便宜 中國人連什麼 連歐盟在危險的時候 都沒有踹他一腳 對啊 那個當時的天然氣 長得什麼樣子 就中國以前在川普時代 被強迫去跟美國 買長約買了美國了 德國有需要的話 就原船轉給人家 對啊 也沒有多賺什麼 竟然沒有向美國加四倍 中國人厚道的我有點看不下去 哈哈哈哈 沒有啦 交朋友交朋友 跟歐洲也會點滴在心頭 對啦 對啦 可是歐洲人向來好像不再講 那邊去就對了 不再講這個東西了 那剛開始嘛 所以人民幣在這個拉美國家 中國可以嘗試看看 但是不要一投投入 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還是要小心 因為那些國家最主要問題 出在政治不安定 政治不安定 對貨幣是很討厭的一件事情 你不曉得該怎麼辦 在外匯操作者 只要聽到說 那個地方又發生 總統跟總理 或者國會議長打成一團 趕快二花不收就賣出了 就跌了一塌糊塗了嘛 對啊 所以中國會賠一點錢 但是在容許的範圍裡面可以 注意控管 然後中國大陸現在 這個經濟底氣越來越長 跟140個國家 是最大貿易夥伴 那他們那些國家 很多都是發展中國家 他們也有點苦美久矣 但是如果真的用人民幣結算的話 文雲也說了 還是要量力而為 不然的話 也不要拖垮了自己的一個財政 那中國大陸現在底氣越來越多 尤其美債這一塊也是補充一個數字 中國大陸跟日本呢 在三月的時候都有增持了美債 譬如說中國大陸三月的時候 持美債是8690億的美元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三月的時候 美國有很多銀行不斷爆雷嘛 當然也要避險 但是美債其實也是中國大陸 一個很好的工具 你下載中天新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網APP很重要的理由 專家說 美國要把台灣 呼克蘭化 右大陸打台灣 前置大陸發展 這些綠美不會告訴你 中共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 而且權威的國際資訊 和情緒分析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做多一個下載